一般来讲女眷是不可以来的 大少奶奶 请回吧 严正清 我是爱灵慧 不管你是要跟我过一辈子 还是要凶了我 我等着你的答复 严正清 我是爱灵慧 不管你是要跟我过一辈子 还是要凶了我 我等着你的答复 严正清 你听着 我是爱灵慧 不管你是要跟我过一辈子 还是要凶了我 我等着你的答复 大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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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大少爷出来了 她在哪儿 在老爷的书房 是阿姨告诉我的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她在哪儿 大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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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奶奶奶 大少奶奶奶奶 修了我 你說什麼 修了你 你就可以回湖州去了 你的爹爹已經回來了 你可以安心的走 可是我已經嫁給你了 我們並沒有圓過房 你並沒有真正的嫁給我 你這是惡骨啊 回去吧 嫁給你想嫁的人 孫清 我說過了 我願意和你在一起 我不願意 你為什麼要這樣折磨我 難道你心裡還有別人 是 我有 那是誰 因為已經走了的人 應該永遠都不會再回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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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您答應我 我要是不答應呢 您要是不答應我 我就一直跪著 那你就跪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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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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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郑青 郑青 你怎么了 郑少爷 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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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了风寒 正在发寒热 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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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丝汗 我们可以慢慢来 我已经答应我父母 也答应了你爹爹 我一定会好好地做 严家的儿媳妇 还是怎么回来 你赶不走我 你为什么不走我 难道一定要爹爹 还了你一家的金片 你才愿意走 不是我 你能为我贵情爹爹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责任心 是一个善良的人 妈妈说过 女人的命 半条是父母给的 半条是丈夫给的 我这辈子的半条命 老天就是注定要你给的 我给的了 我给的了 走还是不走 你决定 想说我可以随时再给你写 老天 你放下落 你怎么回事 我会 Vit 你怎么回事 你� 大少爷 大少爷 去吧 梅子 给大少爷打伞 大少爷 玄儿 起来 水生哥 你想吓死我呀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我来给太太采点草药 太太这两天有点上火了 以后别来这儿了 这儿离藏树楼近 要是让老爷知道了 还以为你要打藏树楼的主意呢 藏树楼 那有什么呀 我又不会变成蝴蝶飞进去 玄儿 上次我跟你说去镇上的事 你跟四太太说了吗 我不说了 咱俩偷偷偷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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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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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鞋呢 没有看见我的脸 我躲在书厨后 他只是看到我的脚 我的鞋子跑丢了 第一次 他在楼上发现我们伟家的祖宗头骨 他肯定以为你是鬼 也不知道这次 你能不能吓着他 也不知道他相不相信鬼 应该会吓着他吧 他那么笨 又那么淤 我只是不明白 他们严家 为什么要把我们老祖宗的头骨 还留着 不扔了呢 严家的人不知道底细 身怕惹来灾祸 所以不敢动他 在藏书楼里找金片 别说了 想想我的后背就发麻 哪天说不好碰见老祖宗的头骨 抱不住我也会叫出声来 只是 我们找了这么久了 这金片也太难找了 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 找不到也要找 要一带一带地找下去 直到找到为止 对了 爱家的那一片 会不会放在别处啊 上次新婚大业 我看见老爷书房里 太太 雪儿在您房间里吗 怎么你们的门没有关好啊 是水生吧 他在给我捶背呢 水生哥 帮忙把门关一下 后半夜风大 我把门窗都关好了 我再到别的地方看看啊 对了 老爷跟我说 这两天镇上不太平 说有逃难的人 还怕家里有外贼呢 那你多辛苦了 多看看啊 别出什么乱子了 好 我这有一只鞋 我要你们都试一试 谁如果穿得合适 我有重伤 大少爷 是什么奖赏呀 奖我们颜家的家法 阿英 你先试 我 小云 郑青 你出来了 你来得正好 梅子 试试鞋 这是干什么 为什么要试这只鞋 哎呦 干嘛呢干嘛呢 这大清早的 郑青啊 你是不是在藏书楼里面待时间长了待傻了 大清早的是什么鞋啊 折腾什么啊 小云哥过来 三宝 我今天找府里所有的女人来设这只鞋 是因为这只鞋的主人 昨天晚上曾经上过书楼的二侧 郑青啊 你啊 书读多了 读呆了 好了 大家都去忙吧 走了 都站住 今天我一定要让所有的女人都试一试鞋 郑青 你不可以乱来的 四妈妈我没有乱来 这只鞋的主人昨天晚上进过书楼的 我现在是书楼楼主 如果 谁要是没有二心 就不怕是谁 说得好 那让灵魂先试吧 郑青 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没看错 我看得非常清楚 昨天晚上 就在书楼的二侧 我只是没看见她的脸 老婆 你先来 我只是没看见她的脸